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今天我要討論另一個Youtuber 大家都知道喜歡看電影的 也有很多人看電影 《超粒方》 話說《超粒方》 最近出了一段影片 說他弄了一段 我當堂下一段 然後就淡少 只是剛剛出片 話說他心路歷程 《超粒方》 一向就像高登仔一樣 出一把聲 原來他出一把聲 背後也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自己的樣子不見得人 害怕別人笑他 從小到大 說自己覺得樣子不好 所以他就把他 近來整形的心路歷程 上Youtube 說到他 因為從小到大 很自卑 沒有信心 就算做了《超粒方》 這條頻道 很成功地說 他依然不敢 以真面目見眼 所以他最近去到諮詢 整形 詳情在他的影片裡看 不過我自己覺得 整形這件事 我自己就 抱著一個中立態度 因為我知道整形 對於現在來說 其實都很普遍 大家都對整形 不太抗拒 甚至接受 但是 對於一個Youtuber 我不是不理解 超粒方 他有解釋 為何要整形 但是 我自己覺得 他作為一個 很成功的Youtuber 其實不需要這樣做 其實大家聽他的聲音 訂閱已經超過很多不同的Youtuber 究竟他整形的目的是 就是看他的影片說 想多點出鏡 多點上幕前 不是整形的白色 但其實 有時候我只聽他說話 我覺得 已經足夠 因為他 是資訊性的 分析 還有一些看法 所以我覺得他是做得好的 所以呢 我自己高登仔 都覺得 如果你的資料 是做得好 有東西的話 不妨 就不怕 這樣去 繼續去做 其實 不需要這樣去整形 因為整形始終都有風險 對不對 所以呢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我 高登仔 我高登仔 暫時都不打算整形 其實基本上 我都希望 以我的資料 聲線 可以為大家 普羅大眾 就有一個 娛樂新聞的消息 還有聽到 一些人 都賺 高登仔 就說 只聽聲音 就有資訊 那就好過 不用看畫面那塊 多謝大家 是 可是 超掃的 太鼓 超掃的 ensional 掃的 我 ann 雖然 很高 乙